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我是林怡婷 头条焦点先来关心电子烟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口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但是现在不少研究显示 电子烟会严重危害人体 而美国也宣布了 要立法禁止贩售家卫电子烟 但是反观台湾 电子烟却已经是深入校园 电子烟瘾就像甩不开的背后铃如影随形 尤其加了特殊口味 青少年使用率大增 在美国已被证实造成六人死亡 450人引起肺部相关疾病 联邦政府11号宣布将立法禁止贩售家卫电子烟 而在台湾名闻禁止贩售 但在网路上随便搜寻各种造型 口味与价格五花八门 有街上有看过 但身边的人没有 他抽的时候他的那种烟瘾有下降 好像也是没有 对 而且抽的好像更多 挡不住的电子烟更早已渗透校园 根据统计台湾已经有5.3% 近4万名国高中生染上电子烟瘾 它是加热的蒸汽 所以它没有传统的烟臭味 那学校就不容易发现 所以同学们都知道再加上很多的电子烟商的鼓吹 甚至让这些同学只要去买两三次 他们就把它吸收成为下限 美国FDA研究更证实青少年染上电子烟 未来抽传统纸烟几率增加六倍 政府若不加强击查力道 恐怕会让烟害加速危害台湾年轻一代 台湾新闻 杨韵慈 柯幸志 台北报导 国际慈祭仁衣年会实践约定 在中秋佳节回到了花莲 今天举办晚会 大家是不分国籍 不分宗教 就像是一家人 花莲慈祭学中心护理部同仁领军 来一段活力四射的原住民舞蹈 接着台下的人议会医师与慈祭之功 手牵着手绕着会场 现场气氛相当热情 不分国籍 不分信仰 彼此都是一家人 洪亮的歌声 标准的唱腔 台湾的文化可少不了歌子戏 唐美云歌子戏团演绎法华经中的 生 老 病 死 带领台下所有观众领略生命的意义 这是第23年回来参加国际年议会 也认识很多各地的好朋友 也觉得我们实际的人议会 已经达到国际学术标准的水准 最后再带来无量一经中曲 这是由花莲慈祭医学中心同仁 所有贵宾和工作人员共同演出 也代表着仁议会医师 发愿要持续走在菩萨道上 拔除病苦 利益众生 带新闻杨爱婷 刘红志 温国家 华联报导 康健杂志副总编辑林真岑 今年也受邀到国际慈祭人医年会 来分享 因为他跟着约旦医诊团实地访查 看见了医护人员在当地是医病又医行 即使在环境间距的约旦 慈祭人医会用一纸007皮箱 从吴道友变出医疗诊监 康健杂志副总编辑 第一次随行慈祭医诊实地访查 看在他的眼里 这样的资源难能可贵 慈祭医诊的特色其实是持续 就是你持续的关注 要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 我刚刚还有讲这个五星级的医疗 就是我不管你是难民 我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就是把最好的这个医疗带给你 我觉得有给他们一些 你们真的很发心来照顾我们 让林真岑更惊艳的是 慈祭人医会将中医针灸 带进国际疫诊 在约旦22年来爱持续不断 2014年更组成慈祭约旦疫诊团 每年定期医疗关怀 让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难民 重获家的温暖 爱在约旦 让难民会别伤痛 找回自我价值发挥良能付出 人医会不仅值于医疗 用家人般的陪伴 重启一张张笑容 让难民不再孤单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先关心法国这起12年来 是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 导致交通严重受到影响 原因是法国政府推动了退休金改革法案 引发相关员工的反弹 这头高呼口号 一旁还有人吹口哨 上百名员工集结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 总部高分被抗议 员工福利被一刀砍 是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 要把42个年金制度一次合而为一 如此一来 大众运输公司员工的平均退休年龄 将从55.7岁调升到63岁 员工跑来抗议 巴黎16条地铁就有10条畅空城 部分火车 公车和轨道电车的路线 也被迫停摆 不止上班族通勤出问题 整座城市交通大打结 失去马路变成露天停车场 有的上班族干脆租铁马直奔公司 巴黎交通一团乱也坏了外籍游客的性质 针对法国大罢工 我国外交部发布示警 提醒国人前往巴黎 得留意交通资讯 大家新闻中博先编译 笔记型电脑现在相当常见 但在塞尔维亚内民营 却缺少了这样的资源 因此台达电德国分公司 今年捐给当地五次的笔记型电脑 让学童或是年轻人 也能运用3C学习 这里就像是一间资讯教室 美台笔电要找回的是 一厢人失落的情感 另一位难民迫不及待 连上网络设备大厂 思科的官网 因为他曾在伊朗分公司 担任工程师十年 这里是塞尔维亚境内的难民营 台达电德国分公司 在慈祭牵线下 捐赠二手电脑 依照台达电惯例 原先这些笔电都必须报废掉 为了转为捐赠用途 可是大费周章 先从德国运到荷兰 删除所有硬碟资料 再回送德国统整 第一个打出的字 阿富汗是他魂牵梦营的祖国 每台笔电更换过荧幕和硬碟后 都和新的一样好 每个小视窗传递难民的悲喜 也承载学习的渴望 大海新闻 珍珊米志工王素珍扎克 塞尔维亚报道 50年前的中秋夜晚 台东悲难发生大火 造成47个人死亡 当时阵言上人带队前往发放 在原住民部落里 撒下了爱的种子 那时候四十几个死亡 所以我最深刻的那个 最难忘的永远不会忘记 每次要到中秋节就会想到 你们家有收到毛毯吗 有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 有看到上个男人 有啊 那时候很年轻 老了这个 给我电视出来啊 你知道啊 知道啊 就是他来发的对不对 对 50年前 珍言上人亲自到临时安置 所发放毛毯物资 当时才四岁的苏美莲 从此心中印着上人的慈悲 人生叠交了也不怕 珍言法师的一本书叫做新灯 他就喜欢我重新再活下去的力量 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看新灯 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让自己重新再活过来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丧人 虽因宗教隔阂有所顾虑 但他单起照顾95岁父亲重任 更是长照据点志工 行善行孝及时复出 他邻家的大姐姐刘云英 祈福的人生同样的慈悸情相伴 坐火车我就看到一群慈悸的人 你看那个脸很和蔼的 怎么他们的脸都是这个样子 难道做慈悸就是就会这个样子 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说我终于一天我也要做 94年的时候我就搬回来台东 结果就有一次就是看到美祖师姐 穿着慈悸的衣服 我就一直喜欢看他了 我就一直想尽办法就是要去接近他 这美善身影在两年多前丈夫往生时 扶持着伤痛的他 更一路带领他穿上慈悸制服 成为村里第一位委员 他在这个团里很和 比如说人家说踢到铁板不会 那我想是来自于他的生命经验 做慈悸对别人就是就可以这么好 我对我的家人为什么不可以 我女儿也是曾经这样跟我讲 她说自从你做这个后 我也感受得到 好像被祝福的感觉 当年撒下爱的种子 以生根茁壮 蓝天白云下的东兴村 数十年来有爱相伴 这是我第一次的见面礼 哎呀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我也没有什么回礼 大部分这边的个案都是因为 父母身体模糊不好 所以孩子有时候就会教育疏忽道 就像杜女士 脊椎出问题多年来无法工作 要供应孩子读书不容易 但是她不孤单 到现在你看我们还在受她的补助 还在帮忙我们 对呀对呀 像我的小孩子你看 还有最小的在组武装 哦武装 对呀你们还在协助我们 真的很谢谢 五十年的情缘迁徙 不论大灾难小考验 慈祭一直都在 九二一专题系列报导 当时有很多教育人员 也是受灾户 但是看到孩子学习 是不能间断的 因此决定坚守岗位 走进二十年前被地震毁坏的家园 周更新校长回忆涌现 九二一地震那一夜 妻子开刀正在住院 岳父母来家中照顾孩子 却遭逢劫难 我岳母当然就是死亡 然后岳父就头部重伤 但是也让我在面临家庭的一个转折 失去亲人跟家园的痛 还没平复 灾后 周校长调到受创严重的秀林国小 校园百废待举 艰难考验不断 灾后重建的秀林国小 保留老树 注重排水防灾 空间宽敞明亮 周校长用心规划 亲力亲为 成果丰硕 后来调到竹山国小 继续为教育付出 校园广受好评 九二一地震没有达到周校长 一路走来 他秉持出发心 我是属于贫困人家出身的 我一直认为 教育可以翻转一个人的命运 也可以翻转一个家庭的希望 草屯敦和国小校长室 这天很热闹 四十年前教过的学生 来拜访恩师检秀贺 在外面从小就很调谷 然后每次上课都问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以前远竹大家都走路去爬山 回忆儿时 也恢复二十年前九二一地震 那年的教师节 检校长回半岛家中拿东西 断线好几天的电话突然响起 电话响了 我吓了一跳 我过去接起来 然后再对在电话那一端听到的声音是 老师教师节快乐 小学当班长的谢永宏 九二一时是建筑系研究助理 那年教师节电话那头就是他 打来关心老师受灾情况 有一点点工程的专业 就跟老师想说讲一讲他房子的事情 也不知道说老师会这么感动 师生情谊深厚 后来小学同学还一起来帮老师家修缮 信坛服务42年 检校长在教育路上始终热情 你们很优秀 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我们不管在之后 什么国中高中大学 我们一定都会记得你们 他常常说我们学校就像是一个大家 然后他都像是一个温暖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教育 我非常喜欢孩子 九二一地震当然让我看到 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家园毁了 校园倒了 可是这些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力量 来帮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理 南投铺里艺文管理笛声悠扬 长笛演奏家谢志伟 跟妻子儿女表演四床奏 悦耳动听 他的钢琴太高了 钢琴太高了 你们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看我的反应 指导学生态度温和细腻 谢志伟老师是新竹人 大学时在埔里租屋 客于兼职教音乐 却遇上九二一地震 我跑出来大概三公尺 我的房子就下来了 这一阵改变谢老师原本毕业出国的规划 他选择留在灾区 带着乐器走进帐篷区组合屋 有些孩子他听到音乐以后 他就会比较舒缓 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帮助这个地方 只有用音乐 娶妻生子 投入在地音乐人才培育 九二一地震反而让谢志伟决定 在埔里落地生根 大家都进来帮忙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 来到南投中疗爽文国中 四校联合成果发表 是学校年度盛事 主持人是教导主任王正中 谢谢你们 谢谢 王正中主任是畅销书及电影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的主人翁 九二一灾后回到偏乡 推动翻转教育 开化结果 我觉得那个孩子里面的眼神有光 是我自己觉得这二十年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改变 实习时一心想离开偏乡 灾后学生的呼唤 王正中回到爽文国中 让他成为偏乡里的明星学校 非常骄傲地跟上人报告 跟所有慈祭的师兄师姐 跟当初帮助我们这些师兄师姐们说 爽文国中把软体 做到跟硬体一样好 天灾无情 教育有爱 老师是灾区学生温柔坚强的后盾 因为一份教育的热情 让灾区学习之路不会中断 此地基金会副总执行长陈绍明 今天因病往生 而他多年的心愿 是要成为一位无语良师 我们爱你 然后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身草 你有很多的典范 给我们学习 我们会追随你的脚步 继续走慈祭的这条菩萨道 感恩爸爸 病房里女儿与父亲进行最后的道别 慈祭基金会副总执行长陈绍明 因因病往生 禁丝经设法师也带来正言上人的祝福 圣神佛号 慈祭家人不舍他的离开 纷纷来到慈祭大学大舍堂 见他最后一面 今天我们这里的好亲 大家就是都很不舍的心 眼睛啊 你就不要过来 那放下来 大家要凉快 一辈子一生 可以说是追随上人 贡献此迹 可以说是无焉无回 有所无 所以他是 我们来说他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生 今天也非常感恩 陈副总 不但是我们永远的副总 也是我们永远的大提老师 从年轻到此事 陈绍明投入慈祭个性低调 总是默默付出 人生的最后依然把握机会 让生命继续发挥良能 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资深的慈祭人 投入慈祭也是三十多年 所以他们的心愿就是将来有一天 可以成为大提老师 圆满人生最后的心愿 今生此事没有遗憾 但愿早日成愿再来 继续走上慈祭人间菩萨道 大海新闻 新北市戏指派出所警员薛定岳 上个月因公殉职 今天上午在家乡彰化举行攻击 追捕嫌犯 因公殉职的戏指派出所警员薛定岳 官果覆盖国旗与警旗 副总统陈建仁颁发包扬令 追进二线一新巡官 颁证包扬令 同袍宣读纪文声声哽咽 上个月二十八号 薛定岳追捕毒贩 不幸撞上分阁岛殉职 上午举行攻击 正逢中秋节 家人 长官 同袍 背脊哀期 希望我们永远记得他 曾经为我们国家牺牲奉献 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丁岳一路好作 薛定岳殉职 引发警用安全帽是否符合标准等疑虑 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将通盘检讨 如果有使用期限过久的这些 我们立即就 我们编预算来把他们的安全帽 做相关的替换 来保护远景的安全 攻击现场有不少民众 自发性前来致哀 薛定岳林卫 将入寺新北市淡水中列祠 表彰他尽忠职守的精神 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明天的天气多云稻晴 但是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 午后雷震雨范围扩大 另外云林以北 沿海空旷地区和金门 容易有较强阵风 沿海地区要注意长浪 还有菲律宾东方海面的 热带性低气压 预计最快 明天就会生成为轻度台风 路径发展需要多加留意 接着关心各地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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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新闻最后看到动物园里的动物们 今天也享受中秋节大餐 吃月饼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中秋加剪愉快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